王國興議員 國興議員 第一宗罪 王國興議員 本來是應當他要出席 但是只出席兩次 老實說 這樣的容懶作風 市民又怎可以接受呢 這個是第一宗罪 正如孔子所說 君子不重 則不威 上糧不正 下糧歪 如果律政司司長 這樣的作風 由市民怎樣戴得好 他的手下 怎樣能夠令律政司的系統 能夠是換言一身 令到市民有新的觀感呢 我們看第二宗的問題 這個 講到這個是政治黑金 這個就是第二宗罪了 這個政治黑金 大家都知道了 是壹傳媒股民 揭露黎智英 和泛民議員之間 那個是黑金政治 黎智英認了 派4,300萬 泛民的議員 又認了 現在是有這樣的 一收一收 這個 違反 公義 也沒有向立法會 申報 有關的資料 有關的證據 連本書都出了 叫做泛民收錢實錄 有證有據 上任律政司司長就說文件資料太多 一路拖 好了 新任的鄭若驊上任 21日 竟然說 喂 證據不足 一筆勾銷 有沒有搞錯 真是令到全香港市民 掉了眼鏡 以為新任律政司司長可以撥亂反正 可以警惡懲奸 而竟然是放虎歸山 縱容那些反中亂港的分子 有句說話 打狗看主人 鄭若驊就看主人而不打狗 為什麼這樣呢 可能就是怕了這一幫是反對派後面的美國勢力 因此對於這些反中亂港 對於這些政治黑金 竟然是掃落地毯底 如此的辦事 如此的怕事 如何對得住全香港的市民呢 如何對得住我們要求這個 一國兩制能夠不變形 不走仰 這個渴望呢 第三宗罪 也都跟這個政治黑金相關的 就是這個佔中事件已經發生了幾年了 非法佔中 使民受害很大 損失很大 涉及的 這個非法佔中 48個搞手 現在只告了9個 涉及的全部被警方拘捕 1,003人 但是交上法庭的只得4分之1 200多人 如果鄭若驊 說這個政治黑金 資料不夠 資料不足 喂 現在這個非法佔中 有了file的了 警方拿了口供證據了 為什麼擺上法庭 就竟然是沒有時間表呢 這樣就拖到多久呢 拖到什麼時候呢 辭來的公義 不是公義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鄭若驊又知不知道 能不能夠正視呢 第四宗罪 就是關於對港獨示弱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由於政府縱容非法佔中 這些犯罪分子 不及早擺上法庭 而導致 有關這些的搗亂分子 就是雨後春筍 特別的散後組織 就推港獨 搞港獨 但是今年一連串 港獨 冒起的惡行 律政司就好似 暗眼 暗耳 暗口 不見 不說 不聞 老實說 好離譜 喂 搞港獨 搞分裂 天下之大不諱 過去在殖民地時代 港英政府都嚴厲對待 不用來推港獨 搞港獨 但竟然在回歸二十一年 港獨分裂勢力 在非法佔中 旺暴之後 這樣紛紛冒起 作為是律政司司長 是應當有責任 來去撥亂反正 以正視聽 對於港獨的行為 應當是用法律的觀點 來去澄清 來去說明 來去批判 但是 我們看到 鄭若驊好像忍了形 屁都不放一個 是不是好豈有此理 好似 310 立法會的補選 歐樂軒 有市民求訴 是港獨分子 有證有據 政府 竟然是雙重標準 違反程序公義 讓他入籍補選 律政司 為何不做事 為何不說話 好像戴耀廷 作為港大的副教授 拿公帑的公職教員 3月25日26日 去台灣 五讀結盟 五讀亂華 搞港獨 提倡港獨 為何 鄭若驊 聲音都不聲呢 這個香港民族黨 被警方取締 用社團條例 要採取 禁止他的行動 警方 做了這個行動 但是 他竟然 和這個FCC 香港 外國記者會 就拍和 去搞個港獨午餐會 用政府物業 來去宣傳港獨 煽動港獨 為何又不見 我們的律政司司長 來去評論 來去用法律的觀點 用法律的角度 來去和政府 就這個事態 來發表意見 非常奇怪 非常可惜 第五宗罪 大家都看到了 剛剛新近 東北十三個暴力的罪案 他們衝擊立法會 打爛玻璃門 令到立法會 要用四十幾萬 來去進行維修 很多保安員受傷 有些保安員 還要休息 三個月 來去養傷 這個明顯 是很大的暴力事件 但竟然 律政司 和司法機構 一唱一和 令到 這個本來要厭情 的犯罪暴力分子 就輕輕放閣 為什麼 律政司 對於這個事件 的上訴 去到中院 左右搖擺 彈弓手 彈弓口 彈弓口 律政司 不是 極力 去 反對 這些暴力行為 說什麼 這個 商學三子的判例 對他們 不適用 說什麼 當時 有些犯罪人 未夠21歲 如果 有其他方法處理 都不一定 要用監禁 因此 同意 終審法院的法官 自行 是決定的刑期 自行 決定怎樣處理 老實說 這樣就是 逐放 吵 第六宗罪 就是 大家都看到的了 就是黎智英 刑事恐嚇 東方日報記者 這件事 相當 簡單 表明的證供 都成立 有證據 有片體 有證人 有府主 多次 來去 要求律政司 交代 為什麼 拖了15個月 仍然 不擺上法庭 但是 律政司 疑惡惡 講來講去 都講不出 所已言 這個 也是 第六宗罪 如此的律政司 市民怎樣可以 維護公義 維護法紀 第七宗罪 就是好喜有此理 竟然 律政司 連處理 一般的刑事檢控 都甩甩漏漏漏 譬如說 早幾年 有小學 幾個老師 竟然 將 將史提 透過手機 來去洩露 而這個案件 被法官批評 你律政司 是不是都動用 這個 不誠實使用電腦 定義過歡 還有沒有其他的罪名 可以檢控 你這樣做法 必須要重新覆檢 結果 令到相關的 偷拍 這個 偷涉 涉及的 個人私隱 這些案件 全部都是 浪上來 不能夠進行 又譬如 這個 涉及到 詐騙案 法官也都批評律政司 是 做事很懶散 沒有看清楚 證人的證供 應告不告 不告就告 導致 九名 是涉及到 詐騙 使用假文件的案件 的 涉嫌的 罪犯 是無罪釋放 他們還在庭上說 多謝法官 其實 真是對律政司 這種容證冷證 是 一個 很大的嘲笑 今天 阿王勒爆 勒了 律政司 七宗罪 我們希望 能夠 引起 律政司司長 的反思 和重視 亦都希望 引起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對她 新一份的施政報告 來去檢視 律政的系統 的 甩甩漏漏 希望 能夠 給回 一個好的答案 令到市民 不用 失望 多謝各位